我们的公里数越来越少的时候 跟手机一样我们就必须要充电 出发前先看车辆动能还有多少 电动车的销量增加 用电需求也不断提升 为此经济部严拟替电动车 量身打造的时间电价草案 经济部长汪美华透露民众总认为 用电的尖峰是中午 但晚上六点过后无法使用太阳能 所以下午五点半到晚上八点 用电量吃紧 因此拟定出一天六小时 电动车充电最贵的时间 暂定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 或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 从中选出费率时段 电动车一度电行驶五公里左右 假设每个月开一千公里 以现行两段式时间电价估算 离风时间每度一点八元 一个月三百六十元 尖峰时间每度四点四四元 一个月八百八十八元 就是希望分流用电人数 所以充电现在看起来 还是比家有便宜蛮多的 特别是现在这个 因为油价又上涨的关系 所以这个差距越拉越大 电动车渐渐普及 而夏天到了用电量大增 经济部上紧八条想对策 分散用电人潮 避免电力不足的窘境 一再上演 三地区文郭宇轩 省万一台北三方报道